第八屆海峽論壇正式登場 兩岸民間交流活動陸續展開 由於人口老化 已是兩岸共同面臨的社會問題 今年論壇特別以長期照護 納入討論 一屆出身的國民黨立委廖國棟 特別出席這場中醫藥對話交流 而廈門市副市長黃文輝 福建省政協副主席劉可欽 也代表陸方發表談話 而由於本屆海峽論壇是520之後 首次舉辦 外界同樣關注 作為兩岸交流的重要平台 會不會有變化 除了回應兩岸民間交流不會停 今年海峽論壇以擴大民間交流 促進融合發展為主題 著重大會青年基層與經貿四大交流 共19項活動 其中青年元素 更是隨著論壇舉辦 逐年增加 這次陳子芬演配於廈門採訪報導 屯位於廣告